我們今天聊的是這個一場九合一的選戰之後 九二共識跟兩岸政策變成攻防的焦點 那當然多數人都期待面包歸面包 經濟歸經濟 政治歸政治 可是即便是世界冠軍的面包 都會貼上台獨面包 那當然世界冠軍的晶圓代工 目前還沒有被貼上台獨代工 那可是有朝一日 會不會中國大陸的半導體扶植起來 整個產業起來之後 連台積電也遭受到這種命運呢 我不知道 可是周老師 我剛剛直接嘲笑國台辦 市值挑軟的捏大小眼 對他有需要的技術 對他有需要的企業 他張開雙臂還靈敏 對他不在意的企業 不在意的台灣業者 那以吳寶春來講 他即便結合新加坡集團 對中國大陸的面包食品產業來講 也不過是其中一個競爭者 他就可以放任各式各樣的思想 跟言論的審查 那於是吳寶春果然回應了 你怎麼觀察這裡頭的工坊 好的其實等到聲明出來之後 那當然其實他這個事件一定有 蠻長的一個前面 前頭一定雙方之間有些喬來喬去的工坊 我比較強調像這類型的狀況 在廠商夾在兩岸關係之間呢 是所在都有 但是有很多是可以喬掉 就是我曾經也看過一例 跟我有點關係的一例就是 也是一樣網友都已經在吵 這個台獨這個這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透過雙方私底下管道 就把它處理掉 因為老公那邊要砍蚊是非常容易的 可以讓你瞬間什麼網友全部都消失 疫苗都全部消失 這根本對他們來說不是個問題 顯然是消失不掉 吳寶春這個狀況顯然是消失不掉 所以他們就上升一個層級 就是開始去進行一些政治性的互動 就是看看發什麼樣的聲明 老公怎麼會消失不掉吳寶春 老公前幾天都可以給我消失孟晚舟 我是說批評吳寶春的那些留言 老公都可以消失孟晚舟被壓 老公為何不能消失吳寶春的台獨麵包 對對對我的意思是說批評吳寶春 是台獨麵包的這些網友 如果他們喬掉的話 在自己家喬掉的話 這些留言老公要刪是很容易的 什麼天涯什麼根本不是重點 那現在還是可以看到 有在批評吳寶春的這些留言 其實就代表老公還是放行 不管之前之後老公都放行 所以他其實對企業就會 是某種蠻明確的施壓或壓力 就是其實我就是不要幫你消失 你一定要跟我談 這要上升到某種政治性的高度 所以他對企業就大小眼啊 我直接用大小眼嘲笑國台辦 當然他還有一個非常 比如像剛剛講的比較大型的企業 他當然還是不太感動 那這些中間的企業可能就變成他漏票 他都故意綁你這也有知名度了 來跟你進行某些政治互動 來跟你對蔡政府來施壓嘛 看你那邊有什麼樣的氣 所以其實這都有一次 在下面更下面更不重要那些廠商 可能就私底下是真的可以處理掉 因為的確我們也碰到這樣案子 所以這些中間廠商 那就是大也沒有大到那個樣子 可是又有一定的名氣 就有利用的價值 所以講白點吳寶春現在就是漏票 綁在老公手中漏票 那你看你要怎麼解救他 等等如果你定義他是漏票 那我作為第三者 我就會質疑為什麼要綁架 漏票到底是漏票有錯 還是綁架的這個犯者 他有綁架的動機有錯 所以我剛剛嘲笑國台辦 不斷的操作討厭共產黨 跟討厭國台辦 到今天為止相當的成功 我比較強調 就台灣人的角度看來 國台辦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動機 是良善的啦就國台辦的 他因為他的責任就是 就終極吞併台灣嘛 這是他的業務工作 所以對台灣來講 這個動機一定是負面 好在這個負面的動機出發 那我們都可以了解到就是 他會有非常多的動作 做試探 他也許現在是勁如止水 也可能選舉完了之後 就給你打個一招 他去看你有什麼樣的反應 你政府會不會去做出一些新的事態 可是我們現在看來 不管是服務院黨高層 他們都是相當低調去處理 顯然他們沒有拿出一個 很具體的方法 或是新的方案 幾個方案在選舉之後 我們要注意這是在選舉之後 才跑出來 可是他在事前可能就已經在喬了 因為你開店不是 不是兩個禮拜就是 店面就拼拼拼拼拼拼就弄好了吧 不會那麼快 所以他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 老共是有在養這一條 他是有養一條 那知道吳寶孫在台灣人心中的重要性 因為這個店對他們來說 一點重要性都沒有 可是對台灣人是有某種心理上的壓抑 所以他丟這個符號出來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有其他後續的符號 我覺得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那蔡政府能不能去給出一個系統性的對應 比如說 吳寶孫在跟老共喬的時候 你台灣政府會不會 比如說吳寶孫也願意來跟台灣政府尋求 比如陸委會尋求一些協助 看台灣政府有什麼SOP嗎 我們能不能提供這樣的協助 我覺得 不管是對吳寶孫 或是對其他台商來說 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個訊息 就是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跟他互動 又不會 踩到了線 不只是那邊爆炸 我們台灣也爆炸 其實廠商他還是 其實多數常還希望能夠平安做過火 平安做生意的嘛 所以其實在政治性的角度來說 與其講說是 兩岸對於 其實你要考慮到這些可能漏票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人被綁在那邊嘛 這些可能漏票要如何存活 他也想 他可能也是有台灣意識的 可是他也想說 能不能在某種程度下 我們也可以獲得台灣這邊的一些資訊 讓我們在做這個時候 我們不會只是 單兵去跟 老共去喬吧 我們一定都弱勢嘛 老共給什麼 我們就只能填什麼 他就搞不好給我們一個表叫我去啊 中國台灣 我就連中國台灣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啊 其實 包括到離選舉越來越近 這種東西如果一直打出來的話 老共也會去觀察他可能對接下來 不管是補選啊 可能在 黨內初選啊 總統黨內初選啊 甚至到大選 我覺得都會有一系列的影響 因為像這種東西 其實他打網路上是非常容易的 對 他這種資訊丟出來在網路上 引爆效果非常強 在瞬間可能是兩三個小時內就有 可能有上百萬的觸及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老共如果接下來要打更系統的網路上 他可能就不見得是這種欺騙的留言的東西 他可能就會不斷的丟這個議題來 不斷的刺激台灣 看看你能不能做出反應 你只要有一個反應做錯 他可能就騎在你頭上繼續往下走 好 維俊你怎麼觀察 嗯 剛剛很前面很多老師提到 我們要去中國 就常常我們就是會被逼著跪下來 就是為了要求一個生意 那我自己覺得 你外表上面跪下來 我可以去理解去說 你是要應付中國的政府或者是民眾 可是你內心不可以屈服 所以看到這個聲明 我看到有三個 三個關鍵字 一個是兩岸一家親 一個是九二共識 一個是中國台灣 嗯 那前前面兩個兩岸一家親跟九二共識 我可以理解說 因為這是一個就是蠻有模糊的 蠻模糊的東西 我可以理解說兩岸一家親 你可以說是 我們是同一家人 同一國 那是給中國網民聽的 中國政府聽的 那我們自己可以怎麼解讀 我們自己可以說 那我們是個兄弟之邦 那我們還是兩個國家 我們可以這樣子 這樣去想 你的內心可以這樣想 那九二共識呢 是就一中各表嘛 你可以說是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 統一統一全中國 或者是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是對岸想聽的嘛 或者是 那就是一個中國就對岸嘛 那我們是台灣啊 不干我的事啊 所以我覺得 兩岸一家親跟九二共識 他這樣講 我也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可是中國台灣就很有意見 因為中國台灣 所以你不能接 等等 你不能接受中國台灣 對不能接受 但是你可以接受 九二共識或兩岸一家親 然後因為 在你的字面上的定義裡頭 你認為兩岸一家親 跟九二共識哦 至少是有模糊地帶的 對 因為雖然說 九二共識是 對岸想要聽的東西 可是我可以理解說 你是為了 有一些目的 那你就是 姿態放軟一點 嗯 你內心沒有真正的屈服 就是你雖然外表跪了下去 可是你內心還是 那個那把火還沒有洗啊 嗯 對我可以這樣去跟你解釋 可是你也不能接受 中國台灣 我不能接受中國台灣 為什麼 中國台灣 他把中國放在前面 嗯 好像台灣是中國一個附屬 我們要把他去圓 你說中華台北 台北是屬一個中華的文化圈 嗯 那我可以這樣理解 我覺得沒什麼關係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可是中國台灣 我不能接受 就是 台灣好像在中國附屬品 如果真的要我講的話 你講台灣中國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你把台灣放前面 我們不可以自己矮化 哦 你覺得我好像自己矮化 對 他應該說 我身為台灣中國的麵包師傅 對沒錯 就是我出生在台灣 但是我放眼中國市場 可以也可以這樣講 反正你台灣給我放在前面 對啊 我是平動人啊 但是我要做代料的行李 對啊 就是講白一點啊 這也是蠻有道理的 但是這樣國台辦不認 國台辦不認 那是 我只能講啦 就是有時候就很現實 那你 那你這條線你要踩的多硬 你要跪到什麼程度 嗯 那就是看你自己 那 我們現在就是要過去嘛 就常常要跪 要去 要去應付這些東西 那我們的 政府的力量 其實是一個很大因素 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讓子彈飛 那個張馬子 進到俄城的時候 他要掙錢 可不可以掙 可以要跪著 其實跟我們要去中國一樣 都要都要跪著的 嗯 可是呢 如果張馬子他帶著槍 可不可以站著掙錢 嗯 對 所以那把槍是什麼 美國政府的實力 讓他 的人民 可以去站著掙錢 對 去中國站著掙錢 不會有什麼 就是尊嚴上的問題 那台灣如果做不到 讓人民帶把槍去中國 嗯 如果真的做不到的話 那至少 可不可以提供個護膝 讓大家跪下來 不會那麼痛啊 好 對不對 就是你 至少台灣人要頂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認為 台灣的 掌權的當局 要去思考的是 如何照顧到最大的利益 對 就是雖然說 狀況不允許戴把槍 你的實力可能真的沒有 這麼雄厚 沒辦法 現實的實力就是擺在那裡 那至少 你要能做的 能保護的 你要能做 你要做到 嗯 對 你可以提供什麼 你要好好去想 好 好那我再問你哦 以你的歲數哦 你怎麼觀察 何以年輕的世代 在兩三年前哦 相對上是站在執政黨這邊的 那何以如今哦 對於執政的當局是不滿的 就是現在很奇怪的狀況是 就是誰上位了 那我們就會對他容易累積很多很多不滿 或許他就是他選舉的時候承諾的東西 他沒有做到 嗯 那蔡英文有讓你覺得沒做到的地方嗎 賴清德有讓你覺得沒做到的地方嗎 柯文哲有讓你覺得沒做到的地方嗎 呃我先這邊表明有立場 我是比較偏柯粉啦 好 就是比較偏柯粉 好沒關係跟你講 對對對 那柯粉也可以講 OKOK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 有沒有被上面的政治人物當作是自己人 什麼意思 就是他沒有照顧到我們 嗯 你有沒有把我們當一回事情 嗯 像蔡英文他我覺得我最不能 我印象最深刻我現在想到一個畫面 就是他說什麼 他說你要自己跟老闆講 我們不要公親變世主 嗯 我們政府不要公親變世主 今天我們就是說真的啊 我們普遍人民說真的沒有一個很大的權利 去對抗資方 勞方跟資方那本來就是不對等的 我們有我們會期待說 你選前說勞工是我們心裡最軟的那種 那一塊肉 可是你選後之後反而就是 你要你要我自己去跟資方橋做不到啊 真的做不到就像是 我們個別個體的 企業要去中國一樣 你怎麼去對抗中國政府 那是一樣的意思 那個那個權力是不對的 你不能說啊你不勇敢 你為了不去直接跟資方講 你不行 不是這個樣子 那是本來就是權力上就是不對等的 我們很希望政府 我們讓你上去是 想要你幫我們做到這一塊 可是你做了什麼 那我問你喔 那蔡英文可能會回應你 我每年都調漲基本工資 我盡可能的拉高全台的平均薪資 那這樣回應你足以達到你的期待嗎 我先講兩個部分好了 那你今年幾歲 你投入職場的時候順利嗎 我入職場 基本上應該還算順利 你什麼時候碩士畢業的 我大概碩士練了三四年 所以大概二六二二十六歲 現在大概入職場大概一兩年左右 那你現在在哪裡就業工作 我現在是在做心理師 然後就是就是就是到處接案 行動心理師啦 所以你到處接part time的case 那你的收入穩定嗎 收入當然 如果你要用月來算當然不穩定 可是如果你把時間搭長一點 那基本上還算可以 還過得去 還過得去 那你是上班族世代的 二十多K的世代嗎 如果這樣子你的年收入有比 比方說賴清德當時 講了一個平均薪資四萬八的時候 引發網友渲染大波 請問你是高於平均薪資 還是低於平均薪資 我這邊要坦誠的講 我是低於四萬八的低層的 低層的人民 對 我要這樣講 就是你的年所得 除以十二個月 事實上是低於行政院 告訴你的 對四萬八 對然後我也是 我聽到這個我也是很不解啊 奇怪 那我跟我同一代的 沒有人領到四萬八 我先講一下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行理師有點像是做 做助人工作啦 然後我們就是主要的活動場域 在教育場域啊 或是在就是縣市政府的諮商中心 或者是一些就是感化院之類的 少府院之類的 那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就是諮商的服務 對 那我們做這個助人工作 我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我們做助人工作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產值 我們要很把我們的產值 直接的表現出來 或許我們產值是反映在 沒有出現那些社會成本 對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很有力的方式 就是去跟資方去就是我們上面的人 去談條件說我們要長薪資 因為我們的能力很專業 那我們做很多事情 那你們這一個行業 一般的薪資行情怎麼算 我舉例來講 比方說有一些精神科醫師 或者有一些律師 他是以每個小時 每個終點計價 是 那你們是這樣子計價嗎 如果是像我一樣是行動的話 那就是有做財的錢 就是終點計價 那很多人是就是有在一個地方 就是給人家顧嘛 就是可能在某些大學的智商中心 做個就是上班族 上班族 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大概薪資大概4萬多一點而已 好 我先要講這心理師這東西 他要碩士畢業 才能考照 還要考照 還要考照 然後一考照前 還要過一個一年的實習 其實他其實非常非常的繁瑣 他的知識非常非常的繁瑣 那可是 薪資給我們的 可是你投入職場只有4萬 對當然做這個行業 很多人都是 抱持一個佛心來找 或者是說這個工作裡面 可以找到一個成就感 對就是你看到有人有改變 你可以有一個成就感 那薪君我可不可以回應你一個 我知道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告訴我他們現在入行的行情 如果是會計師畢業 然後如果是台大畢業 起薪一定是 跟20年前差不多3萬2 然後如果碩士畢業 會有可能多一兩千 所以在台灣此刻 如果是你是碩士畢業 你有會計師執照 你進入事務所 你的薪資待遇 一開始一樣是3萬多塊 然後律師現在也是這樣 我不是要吐槽你 我的意思是說 你所遇到的 這個服務業的產值跟薪資的低薪化 不只是你這個行業 在律師在會計師這些行業都一樣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是個普遍的問題 就是他們 你覺得這是一個 對就是年輕時代 這是一個事實 這是一個普遍的不滿 這是一個當局掌權的人 應該改善的 如果你不能改善 至少你應該讓我們看到你的誠意 讓你我們覺得 讓我們覺得說你有想要改善 有想要跟我們一起努力 這個態度的展現是很重要 可是我沒有看到 好 那我現在理解你的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台灣已經供需失衡了 那不然你要想辦法讓台灣的 這一類的服務業可以國際化 然後可以拉台薪資 對不對 改善這件事嘛 那否則20年前的會計師的價錢 跟20年後會計師價錢一樣 其實並不合理 那為什麼 因為台灣只能做國內業務 做不了國際業務 你去香港問問 香港的會計師跟香港的律師 20年前的價錢跟20年後的今天 保證不一樣 同樣的嘛 麵包也一樣 其實吳寶春今天的悲哀是 吳寶春背後的大股東 叫新加坡股東 是新加坡股東把他推向全世界 儘管他現在開的店在上海 那為何不是台灣的平台 把吳寶春推向全世界 那為何不是台灣的政府去 輔導然後去支持台灣的品牌 去走向全世界 那如果你不願意走中國大陸的市場 請問你可以走哪個市場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你們現場